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九仙小姐姐 菲菲 我们的老朋友 Kepson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不做盲品 今天我们做开箱 当当当当 不好意思 当当当当 重新入境一下 那这款麦卡伦 我之前也有人 给我们写评论说 就是现在炒酒的人很多嘛 对 然后我给人家的回顾就是 如果麦卡伦 你闭着眼去收了吧 对 因为上一年的是 我们不是有个产红系列吗 就1到6号 然后你知道1到6号 到最后一套要多少钱 六七千 对要七千 七千多 一百多块钱的酒 卖了六七千 真的是惨无人道的贵 它这个系列叫和谐系列 叫Harmony 对 它用的是一个叫和谐系列 所以它其实整个的和谐的意思 其实包括它的九体的和谐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跟自然环境的一个和谐 所以它所用的 其实它用的包装的材料 包括那个酒标上印刷的 因为全部都是那些 就现在是 环保的材料 环保的材料 全部都是环保材料 所以整个是它的一个理念 然后呢 麦卡伦经常做的一件事 也是我觉得麦卡伦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写它味道 还有写它用的什么桶 都是非常非常详细的 那这款酒它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证标就已经写了 Cinema 就是肉桂 然后Dark Chocolate 黑巧克力 Vanilla 香草 然后Dick 就是枣 然后Honey 蜂蜜 有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这款酒我们期待的是那种很浓郁很甜 然后它下面 其实整个还是有点 麦卡伦的那个风格 然后它下面用的说是 它的用的是Natural Color 就是这款酒它没有 没有添加颜色 这也是麦卡伦的风格 也是它的风格 然后呢 它用的写的是 它有在Sherry Oak的Sherry Seasoned Oak Cask 就是有在雪梨桶里面 有在陈年 然后它的酒精度数是44度 44度代表什么 44度我以前有说过 它如果没有小数点的话呢 这瓶酒不是原土装品 对就是属于一个 提量生产 也不知道这次麦卡伦 用这瓶酒能圈到多少钱 今天我买到的价钱大概是230美金 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这款酒 它上面有写一个Rich Carco 就是说它说这个里面 它期待的有比较浓郁的可口的味道 其实它这个盒子它用的材料 就是用那个可口 就那个去那些它的外壳 它那个废弃的那些材料可以做出来 还有这还没有完 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开箱 你知不知道巧克力 今天这个牌子的巧克力 它叫Compatous 这个巧克力我搜了一下 就是整个洛杉矶 这算做一个网红巧克力 你知不知道 而且它的店面 这一般网红都可能味道都会怎么样 你不要嫌弃它 然后我就开了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还塞车的情况下 我跑到那边 你猜怎样 人家没开门 然后硕大的大字 硕大的大字跟我说 你要pick up 然后你要order online 你要在网上先订 然后你才能在店面pick up 然后我就看里面那么多人 就是里面都是工作人员 然后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且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店 在一个在一个街上 就是黑秋秋的那种 我就想说我就给打电话 我说不行啊 我开了一个小时 你今天必须要卖给我 我心想我视频没有这个巧克力 感觉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一定要买的 然后呢我就拜托我的朋友 赶紧帮我下单 然后我就给打电话 我说的我刚才下的这个单 你一定要帮我把它准备好 结果如得所愿 就是巧克力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颜值上是可以的 来 你给导演照一下 这个这个 这个是最小的一个盒子里面 给观众们看一下 我们中间的这个盒子 哦 是不是很漂亮 哦它是两个巧克力瓣 好漂亮哦 这个漂亮 这个漂亮 是不是 这个很帅 有没有 这个好帅 很美 这个好帅 这个好帅 好漂亮 这比它自己它搭在那里 合理的要漂亮很多 它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系列 哦 这好漂亮 这你要过节送出去 绝对港港的 忘记麦卡伦 对我觉得它就是它的盒子 强力就已经回来了 好兴起 你一场混乱之后 我们终于平静了下来 然后就各种拍照 然后好 那我们现在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巧克力 麦卡伦的巧克力 那先来感受一下吧 闻一下 嗯 好浓重的那个枣子的味道 就我觉得它的那个雪梨桶的那个 橙味压得还挺好 就已经压掉了 嗯嗯嗯 就是它的那种果干 麦卡独有的果干 它刚才说有什么 香草 香草 有的 蜂蜜有的 口口 反而我觉得 它所推的说的那个巧克力的味道 其实没那么浓 等我的这个 这个巧克力 对 它说是 官网里面推荐是说 配合 那黑巧克力能够去掉出那个 它的那个香甜 嗯 会让它那个味道更容易出了 基本上就这些味道 而且这个酒精短 其实还挺强 喝到嘴里的浓郁度和它 那奶油巧克力的味道 还是挺重的 喝起来巧克力的味道 还有的 味道挺重的 蜂蜜 其实很 我觉得它还是很 是麦卡伦的那个橙子的风格 还是在那里 啊 酒体来说没有那么重 属于中等的酒体 味道长度很长 这个是它的一个很大一个特点 很耐焦 嗯 越喝味道越优上来 而且到后面 到后面它的那个甜 甜美的那个感觉 嗯 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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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到了这个 可以终于可以到这个环节 应该到这个环节了 我要粉的 就是那个味道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对那个酸味 嗯 对吧 那个巧克力那个酸味 嗯 嗯 嗯 你哪有东西啊 有麦香薰 你给观众看一下 我都问 它里面加的是那种 像焦糖 嗯 满油焦糖 它没有很甜 那个巧克力的甜 嗯 综合了麦卡伦的甜 让麦卡伦变得 柔顺很多 真的不错 对对对 真的不错 就有没有那种 被这个酒被醒开的感觉 整个的它的制调 嗯 它整个的制调 完全晃掉 嗯 是的 就 就刚才是浓郁的甜 它会 刚才是 刚才喝的都是 稍微偏甜一点 嗯 现在整个就是说 那个甘苦味 然后包括它的整个酒的 那个厚度 嗯 都都提升了 真的是 人间美味 对 对不起大家 看我们 看我们又吃又喝 从我认识麦卡伦的那个天气 到现在 第一次喝到 让我觉得 呃 眼睛冒光的麦卡伦 刚 但是刚才只是喝酒的话 我觉得 还没样 就没样 都是真的 大丑的力而已 嗯 可以 不一样 可以 提升的 不值一百块钱 对 这个可以的 你看我们俩 真的提升的 不值一百块钱的感觉 好 基本上今天吃好喝好了 然后 哦 补充一句 这个巧克力的牌子 它是纯手工的巧克力 就是它全都是手工做法 还不错 我觉得 就是说 它这价位来说 我觉得还OK吧 还OK 就是没有说特别贵的 没有特别贵 它的质量上来说 其实真的都是 我觉得 我们在评 中等 巧克力的 没谁让你评价巧克力了 让你评价这个酒 好题了 可以吗 可以吗 行 好 今天我们的结论是 巧克力也可以买 那麦卡伦 麦卡伦的这个巧克力 也可以买 两个巧克力都可以买 要喝的话 要喝的朋友 一定真的就要去试一下 它说的 搭配一个大概70%以上的黑巧克力 然后去试着去跟它一起搭一下 玩 真的 非常厉害 很好 好的 今天我们两个也开开心心的 那也祝大家节日快乐了 接下来好多节日 好多节日 好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 如果大家有什么 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 记得给我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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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